人民力量第二節回來 和鄭家庫繼續談談香港政治 剛才說民主黨的事情 好像白頭公女說當年 很唏噓 當年香港民主派的龍頭 現在都是龍頭 像龜頭一樣 我覺得最淒涼的是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人 我覺得張文剛、李榮達 甚至楊心都想出來選 我聽到 如果我仍在民主黨 不拍檯反檯都幾難 你經常說想照顧下一代 但下一代可以走的就走 下一代那班人 現在都開始老化了 他們有個問題就是他們不相信其他人 他們那幾個自己的圍內 就認為自己那幾個最有領導能力 最有分析能力 其他的人就不夠班 他們走來走去就是自己互相在那裡吹捧 互相在那裡支持 互相在那裡奉誠 是吧 李永達就整天擦阿達仔蟹 不是 鄭同佳整天擦阿達 是吧 整個民主黨家一半是李永達操控的 基本上 一向都是 是吧 那你見到家下民主黨 就算是出來選立法會議員 李永達自己又出賣 他老婆又出賣 跟著又是善仲佳 善仲佳是李永達的差不多的系 其實善仲佳 我一直想 當年他的功能界別都是人投票 他都不能夠在他的功能界別裡 他都能夠穩守到一席 而是黯然離開 在地區直選 周圍的地區 這裏試試試看 那裏試試看 就為求找一個最容易落腳 贏到的 然後就繼續拿著領導之旗 我最不開心就是這樣 這是他的性格 他又不是很勤力博殺 例如你要開拓這個新界東 你要去衝去博 他永遠都是 咦 誰容易離開的 他就去哪裏 不過這個 這是民主黨的模式 我們靜觀他們民主黨的發展 不過呢 你看回香港的政治發展 你都看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離開民主黨之後 我就覺得香港要有一個激進的力量 當然我們有些事情你未必認同 但是政治的能量 就是你繼續這樣和熙黎 就是繼續這樣小馬大幫忙 那你的政府 特別在共產黨的威權政治之下 喂 當你拗痕而已 是吧 當然你現在選擇一條新的道路 以透過這個傳媒發聲 可能會構造一些威脅或者一些影響力 但是在政黨政治發展方面 香港政治的光譜 一個較為激進的力量 你覺得空間有多大呢 我自己覺得在比例代表制下 一定會越來越有市場 再加上這次你們拉布 再不讓人感覺到那種粗暴 操暴 操暴 這個絕對不是走到另一個方法 而這個方法是鬥志鬥力的 所以我覺得有不少的新興或者年輕人 或者就算是中年人 不一定是年輕人 即他見到譬如說 傳統的民主派已經有一種 你說他腐敗也好 抹落也好 已經是不能被人寄以厚望 我相信你們已經拉布一役 坦白說 我估計 你們每一區的支持度 一定有明顯的上升 一定有 所以我覺得 政府 特別是梁振英這些狡猾的人 他遲早將比例代表制改變 他一定是 因為他現在怎樣呢 他要將每個區議會 首先赤化 其實正在做正 已經在做正 上一屆的區議會已經很接近 今屆已經做到臨離盡致 他要你誰贏就贏 誰輸就輸 好了 十八區區議會 當作是一個鄉鎮 由鄉鎮慢慢包圍中央 跟著 日後立法會 變回他做單議席單票 每一個區 可能就是五六個區議會 做成 沒有了 可能一兩個 兩三個 每個區議會已經赤化了 跟著立法會選舉 跟區議會一樣 都是逐票逐票 這樣突出來 蛇齋餅種 跟著 六四的黃金定律 漸漸沒有了 他會逐步的 他會逐步 將立法會的選區縮 對 這代表就不會有八個九個 可能只剩下四個 是 跟著你就不容易贏了 四個沒那麼容易贏 最激進的 例如你以前是拿十個八個百分比 現在你一定要拿十五個百分比 十五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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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贏到了 好了 漸漸漸漸 再來 或者可能商議席 商票之旅 那整個立法會 就比城鎮的區議會一樣 令到建制派 就算到時開放 真是全面普選 你出來 就是這樣 你是說議會的議席 是 但是作為一個反對黨 議席是一個工具 就是議席不是你成立政黨的目的 和主要目標 當然你拿到議席 當然你可以發揮多些能量 和功能 但是作為一個激進的反對黨 你都知道歷史上很多抗爭運動 東歐也好 非直化過程也好 金底 馬丁路德金 很多時候這樣說 香港這個社會這麼保守 這麼功力主義 很實際 很實際 特別在共產黨的尤威控制之下 那些人一說起你有抗爭運動 哇 解放軍什麼時候入城 這個對解放軍 對中共的恐懼 是令到抗爭運動發展不起來 你覺得在壓力這麼少空間情況下 香港所謂的激進抗爭運動 究竟可以有多少空間 我認為空間很大 我始終認為 可能我們家裏有些年青人 你有些年青的女兒 我也是 即是有時我跟女兒和同學 談開這個問題 年青人永遠都有 即是在理想的一面 年青人永遠都有 對現有的政權有不滿的地方 香港仍然最不滿當然是 但我何時買到樓 我出來畢業幾年幾萬元一個月 我還要住在公屋和媽媽熬 那怎麼辦 政府這個官商勾的形象一日不隨 我相信激進的力量必然是來自一大群 即現在就說80後 遲些去到90後 即那種群體 我覺得是一定有你們存在的空間 再加上如果你們能夠再集結 將你們少少 即我經常提及 我說我的意見給你們 你們可以慢慢再轉型 你們無需要再 因為你們已經被人確立了是激 但是如果你說你能夠激得有你 而不是往往只是被人感覺到 你大聲粗暴扔東西 如果你有道理的 例如拉布 你看到很多人開始覺得有道理 你們不是不開會 你這次很勤力去開會 又被人扭不是 我聽到很多這些年青人好中年人好 他覺得一件還一件 於是你會見到 一個對一個政權是沒有希望的政權 或者這個政權這麼麻木不仁 或者官商勾結一日未改 香港人 特別是現在的年青人 或者對民主有期盼的中年人 甚至老人家 你們是有市場的 不過希望你們 我經常提起動文 不要整個黑社會大佬 不要走出來 像香港的人會覺得 哇 你真是 太兇 我本來你說的話 我九成認同 不過你的包裝出來 就令我擔心 如果你們再包裝好 或者公關好 當然你說 我不舍做這些事情 但有時候 都請你們想想 如果你們能夠 激得有你 而在議會發揮力量 在人民之中 能夠對政府有一個壓力 你們的市場一定有 因為民主黨沒落 民主黨也等於第二個民憲 OK 公民黨 不用想 公民黨始終他們是高高在上 他們是比較 我是藍血 精液 跟市民太大的距離 你們說的話 是能夠跟最基層 或者對民主有期望的人 是很能夠聽到入耳 只要你們能夠 再把音調低一點點 那我猜你們 是有無限空間 所以在比例代表制 你問我 你們應該盡快在五區 我猜你們這次五區 是有極 如果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當然希望每區 最低限度拿一席 但有些人過去 就覺得你們沒什麼可能 但經過這次之後 沒有什麼是沒可能 我就這樣看 所以你問我 在香港的政治江譜 我們現在被人 已經是逼 差不多逼到長角 選舉當然是一個重點 但是民間的抗爭運動 或者真正由群眾領導 或者由群眾直接參與的 有影響力 和壯大的社會運動 只是真正能夠推動 和爭取到民主 或者爭取到人民權益的 最可信 或者最可靠的方向 就是政黨或者選舉 是一個過程 是 但是 但是 在香港來講 二十幾年了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六四 那些人數十萬個 百萬人上街 03年老黨的問題 一次五十萬人上街 但是 過去這麼多年來 真正有影響力 還有群眾實際參與 和組織的群眾運動 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究竟香港這個政治的氣候 這個政治的文化 怎樣才能組織到 強而有力的 真正的群眾 不然就是立法會議員 因為你們是 大家是群眾的opinion 的leader 以及你發揮到的力量 群眾信你這個的 我就跟你的這條線 我信民協就跟民協 我信民主黨就跟民主黨 所以你看到民陣 比如舉例 民陣 他都要輪替做發言人 原因就是他沒有哪個突出的人 所以你說這樣是好民主也好 但是你始終就是沒有一個凝聚力 所以我明白你所說的 選舉歸選舉 以直歸以借 但是呢 你看全世界的民主運動 你除非走流血革命 我們就完全不入建制 我們就在街頭抗爭 跟他死過 我想香港遲早可能都會走這一天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坦白說 不過就看看我們人有沒有guts 但是如果梁振英走新加坡模式 就教到香港 抗中文動會升級了 不是 抗中文動會升級 他最慘就是這樣 你新加坡模式 你香港大部分人 如果有一幫年青人覺得 原來樓便便宜了 又可以買了 按居又落業了 新加坡人一樣 然後愛國教育 慢慢順化 有些人就開始用輿論來批評 你們的人搞壞香港 一做到這樣你又吵 人民群眾的力量 就可能會減少了 很明顯現在 梁振英政府一定是針對這件事做 所以如果你問我 要看梁振英 你們對著他 究竟他有些甚麼 的把炮 來將社會 和諧 如果他和諧得很有技巧 你們是很難做的 但如果這個和諧得很拙劣 好像現在的五師十四局 你就拙劣 你找不找找羅范招勳 你一模一樣的 就是要硬推 甚麼都要硬推 那香港人你硬推便反彈大了 即是他自己推不到 然後找中聯辦 所以仍然於日後 他的模式都是這樣 我覺得你們群眾 要有些領袖出來 但如果你想問我的問題 自發的群眾運動 當然有的 因為你始終網上 都見到很多群體 必要時的時候 這班人都會出來 但這班人出來的時候 他都會期盼 有一個人帶著他們 因為他可能 都是在短時間 他都不明白 究竟怎樣再走下去 到時就是要靠 一班在政治歷練上面 在民主運動上面 是有其次和有認知的人 來帶他們 所以香港的公民社會 我不擔心的 這麼多個網上的群體 和網上電台 所以我覺得 你們這次很明顯 又打開了另外一個吸引力 究竟我們議會以後 是用拉布來令到議事規則等等 還有很多討論 拉布這次是打開了一個缺口 但是隨時會很快 讓他們封回一些空位 而群眾的參與 永遠都是政治發展 一個主要的範圍 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焦點 你覺得日後透過電台 可以帶來什麼方面的影響呢 我真的邊做邊學 因為始終傳媒和議會很不同 傳媒有自己的台風 台隔 雖然我以過去幾年 大班未封咪 我都跟他嘉賓主持 都做過很多段時間 但是跟大班做節目 跟自己主持的節目很不同 跟大班做節目很划算 不用怎麼說話 就可以有兩出 如果你主持過兩個小時節目 我們要還美於民 即是十級自由風 雖然我十多對十級自由風 這個名字不太喜歡 不過大班說 等你坐定定 遲些才慢慢想個好名字 但是還理於民 我接受的 就是希望大家講道理 你有想覺得 政府有什麼做得不好 議員有什麼做得不好 這個平台就讓你去講 你看到現在港台商台 封煙的人 一來他們不是很鼓吹這件事 因為他經常怕 李慧玲就被梁振英政府說 他們鼓吹人 又煽動人 這件事 所以我就堅持繼續 一定要有 你看到李慧玲 晚上都少了人 呼籲人打上去 除非很熱的事 他知道一定不會錯 罵這件事 他才這樣 所以李慧玲說來說 都是婆婆媽媽的事 怎樣 我有個朋友 這樣我們還聽嗎 我們敵台 我們敵台 我自己沒有時間聽 但是人們聽完 告訴我 某程度上 他為什麼有一定的市場 我們都要知道 不過有一定的市場 原因就是 他拿了免費大型 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不過呢 我們最大的問題 怎樣能夠令到 人們有個機 或者iPhone 或者開車 遲早派 遲早派 其實現在他們 技術上 是在做很多突破 十多日後 我相信有些突破 你可以聽到 希望在車上 因為開車的人很重要 你開車一定聽心 如果聽聽客慣了 你回家就可能繼續開電腦 開個iPhone 或者NOW 現在五七一 一直開電視都聽到 所以 我覺得 這是一個慣性的收聽 所以 我盼望在技術上做得好 這個台 我希望能夠發揮 我自己在政治上的聖如能量 一個資深的從政人 如果對一些有興趣從政的年輕朋友 你對他們有什麼忠告 我覺得 香港始終是有一個民主空間 雖然真的越來越窄 如果一個年輕人 你真的想從政 我覺得第一 你要問清楚自己 想得到什麼 你是為什麼想做議員 做議員 你是想發揮自己的理念 來達至你的目標和原則 而千萬要把守最後的防線 就是不要被人攻破了我們 貪威識識的這個惡習慣 華叔經常提點我們 對吧 就是免費午餐 免得吃就不要吃 因為吃人一頓飯 就做到頭刀難 始終你要還的 所以一個人的堅守自己的原則 和理念 你去做一件事 我覺得年輕人 也都把握這種理念 你去做議員 或者從政 我覺得都相當好的機會 因為始終 香港現在 有抱負有原則的人 和夠膽講真話的人 已經是真的買少見少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以 正如當年我覺得李鵬飛做得議員 為什麼我不做得議員呢 所以我就真的危險出來 直選的時候 他輸了我就贏了 正如現在我都說 李鵬飛做到時事評論員 我想我也做到的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志者是景成 各位年輕人 希望共勉 今天很多謝鄭家富 和你暢談 從政的歷史 對抗爭運動的展望 以及對年輕人的忠告 希望香港的民主運動 在這個了農 政治氣候之下 都希望有所突破 希望你的旁晚節目 發揮影響力 除了早上 指示近往芬蘭東 早上有大班 旁晚有小班 互相揮影 努力努力 我都在這裏公祝你們 人民力量的 九月的選舉 有一定的支持 還有你希望你連任成功 好 謝謝 拜拜